在养护金钱树的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叶片泛黄 那么处理这种方法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给它喷洒这种绿叶宝 只要在不烂根的情况下 我们给它7天喷洒一次绿叶宝 就能给它补充大量的营养元素 让叶片肥厚翠绿 最关键的是 这个绿叶宝里面 它含有活性光丽素 以及多种营养元素 不但可以给它叶片补充营养 还可以有效地防止黄叶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面养护金钱树 我们可以减少在土里面施肥 增加给它喷湿这种绿叶宝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根系绿叶根的钙粒 还能给它补充大量的营养 让它生长旺盛 那么除了正确给它补充营养之外 其他的养护方法也不能落下 比如说我们给金钱树浇水 一定要等到它土养干透一点 因为金钱树呢 它是属于一种球根类植物 它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球根 储存有大量的营养 哪怕是一个月不给它浇水 也不会出现缺水的问题 顶多是叶片发融一点 我们再给它浇水 它又会恢复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控好水 还有养护环境 散色光一定要充足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养了金钱树 非常漂亮了 好了 我们下期见 微教露 因为